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接上回 随着北村巡警高乌夫园向大家公布 在码头观音词的那句无头男诗就是黄长寿的时候 那可把二手家的人给乐坏了 现在整个密手家嫡系子孙里面唯一的男性 那就只剩下二手家的黄小二了 可他们哪知道呀 这边姿势都摆好了 就等一手家黄老爷让位的时候 黄老爷却宣布下一任继承人 竟然是那个侍奉了黄长寿十一年的小仆人斧子 因为这个孩子是黄老大和家庭教师玉子的儿子 好家伙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那就炸了锅了 这个劲爆的消息对二手家来说那就是伤害家侮辱的双重暴击呀 可还没等人们缓过神来 就听得不知道从哪传来了一声吱吱压压 牙齿快咬碎的声音 紧跟着只见黄老大的老婆富贵 抄起茶杯照着斧子的老门就劈了过来 就听得 斧子 硬声倒地 现场可就乱了套了 高无福健壮赶紧扑了上去一把抱起斧子查看情况 就听着耳边上一个女人冷冰冰地说道 放心吧 守无大人正好好的保护着这个孩子呢 高无福抬头一看 就正和那个家庭教师玉子对上了眼睛 这一瞬间 高无福那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呀 他是实在不敢相信 这个冰冷的女人就是斧子的亲生母亲 一手家黄老大后色成性已经是臭了大街的事了 可谁能想到黄老爷为了保住一手家的地位 竟爆出这么大一个家族丑闻呢 这时候黄大娘也不干了呀 你们可太不要脸 还真就什么都敢往外抖啊 你说这孩子是一手家的种 他就真的是吗 证据呢 好嘛 黄大年这边话译刚落 汤婆子就跟等着他似的 当即就掏出了一个荷包 里面装着一条干旗带和一张出生证明 上面明确地写着 斧子是谁所生 什么时候出生 还有和谁生的 另外还有一个婴儿的手掌印 汤婆子心说 这下你可无话可说了吧 黄大娘哪承认这个呀 要知道那个年代DNA技术并不发达 就更别说什么亲子鉴定了 顶了天也就是拿证明上的手印和斧子的指纹做对比 可你们怎么证明这些东西就不是伪遭的呢 仗着这一点黄大娘可是要把赖耍到底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富贯开口了 由他嘴里亲口承认了 斧子确实就是黄老大和玉子生的 而且呀 这还不是玉子唯一一次怀上黄老大的种 这些年 前前后后 他怀孕了三次 第一次玉子生下了斧子 医手家为了遮仇 就把斧子扔给了仆人几多家抚养 后来呢 他又陆续怀孕了两次 但最终都是流产告终 富贯说 这都是他向断首大人许了怨 故意让他们俩的野种给留掉的结果 说话间 富贯从原本还算平静的状态 逐渐变得癫狂起来 说到最后 整个人开始狂笑不止 那笑声凄惨之奇 列位 如果说黄老爷汤婆子死命真名辅责的身份 是为了家族地位 那富贯作为一手家的正房太太 主动承认自家男人和别的女人有染 还生了个孩子 你说他屠啥呢 他还能屠啥呀 作为母亲 这十年时间他生的龙凤双胞胎 黄长树和黄妃子相及离世 虽然说不算有什么感情 但黄长树一死 不管是谁在阶梯一手家 都和他没啥关系了 那干脆就把真相给说出来吧 你灭别真了 毁灭吧 赶紧的 累了 你们看事情发展到这里 二手家也算是无话可说了吧 嗨 到底还得是黄大娘啊 眼看无计可施 原本盼着警方早点公布黄长树死讯了他 反倒把上一轮一手家用的招拿出来了 说不行 到现在黄长树的人头还没找到呢 怎么能证明他是死的呢 你们说这个指纹对比结果就是他 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如果找不到黄长树的头 那就说明他现在还有活着的可能 那在此之前 谁才是一手家的继承人 这件事就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好嘛 这可算进入死刑环了 那还能怎么办呢 后着呗 眼见这一大家子闹成这个样子 江川兰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随即点醒高无夫 赶紧走吧 两个人这才把斧子带回兰子的客房 躲了个心境 经过村医的检查 斧子呢 就是连续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 还没缓过来 静养一下就好了 这边村医给斧子包扎好了伤口 那边汤斧子也来了 他进门也不说什么话 就坐到床边上抚摸着斧子的额童 这关起的样子呀 一时间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心疼斧子 还是担心继承人的安危 反正啊 高无夫是再也憋不住了 直接就质问汤婆子 说当初斧子家人自杀后 你们一手家好心收养他 就是为了防止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听到高无夫这么说 汤婆子是长叹一口气呀 唉 他们要真有这样未卜先知的本事 那就好了 仔细想想 如果不是斧子家灭门 他可能到此都不会和一手家有什么交集 收养斧子的确有他是一手家血脉的缘故 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同情 谁能料到之后会发生这么多事 在汤婆子眼里 非要给今天这个局面找一个原因的话 那就是命 迄今为止 发生在元丑村的事故看似偶然 但一切早就注定了 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就是来自弹鼠的诅咒 在斧子得知自己身世的第二天 一手家就急匆匆的 为确认身份的黄长寿举行了葬礼 经过前一天那么一闹 整个葬礼现场都笼罩着一股疏离和冷漠的氛围 该来的人几乎都到场了 但几乎谁都没和谁说话 也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 二手家的黄小二干脆就没来 在篮子陪同下 斧子到现场进行悼念 可他前脚刚进门 后脚一群人就跟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是啊 前一刻还是身份低贱的仆人 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了自己的主子 慢说别人了 就斧子自己也吃不消啊 可这是他自己能决定的吗 只能简单祭拜黄超兽之后 就和篮子离开了现场 说到一手家这次的葬礼啊 他们虽然不像十年前黄飞子那次瞒者所有人 但整个仪式流程依旧十分仓促 法师刚念完经 扭头他们就拉着尸体去火化了 咱们之前也说过呀 元首村常年施行的那可是土葬啊 除非有特殊原因才会火化 可这一手家前后两次葬礼 纵观整个元首村的送葬仪式 就没有发生过几次 你说这一手家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呢 嗨 要说是村里人 那估计还是什么蜀无作祟啊那套说辞 但在外村人江川兰子眼里 一手家着急忙慌地把黄超兽给火化了 理由无非就一个 那就是堵住二手家的嘴 让黄大娘再也没办法拿尸体做文章 只有早点结束一切 才能尽快地确认斧子继承人的身体 哎呀 江川兰子感叹啊 对于这么一个封建大家族来说 地位和亲情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说话间了 蓝子和斧子就又登上了元首山 蓝子被不合脚的皮鞋搁的脚腾 斧子呢 则看着山上的风景发起了呆 就在这惬意的氛围下 斧子突然朝蓝子问了一个极其诡异的问题 男子小姐 您相信诞手的诅咒吗 哎 第一回的时候呢 我们就提到过 十一年前的一个雨天 斧子的养母接待了一个陌生人 在此之后 养母就带着全家人自杀了 全村的人都说她呢 是受不了丈夫去世的打击 但在斧子回想起来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因为与其说养母是带着全家自杀 那不如说是逼着全家自杀的 因为当时养母是让斧子的哥哥姐姐 自己拿着镰刀 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那幅恐怖的画面 斧子始终难以忘怀 到现在 回想起养母在接待陌生人那天 本来还算晴朗的天气 在陌生人上门之前 突然开始下起了雨 斧子不仅想到了一个关于守无的传说 人们说守无特别喜欢水 常常出没在有水的地方 所以她想 那天上门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弹手大人 结合后来汤婆子的猜测 或许就是弹手附生的养母 在杀掉全家之后 唯独留下了斧子 才使得她顺理成章地 进入了一手家 事到如今 发生在元首山上的 庄庄怪异的命案 会不会真如汤婆子所说 这一切都是弹手大人的安排呢 听完斧子的话 江川兰子立刻就明白她在担心什么了 即将成为一手家继承的她 会不会有一天也会遭到守无的作祟呢 尽管兰子和高乌夫一样 才不相信什么淡不淡手 守不守无的 但通过这些天 从斧子那里听到了村子里的种种故事 兰子发现了一个细节 人们总说一手家一直被淡手大人所诅咒 而且一手家的孩子 尤其是男孩 确实也是自小体弱多病 命途多传 但在一手家绵延上百年的时间里面 有发生过一次让位给二手家的事吗 是啊 之前我在讲一手家前史的时候 还有弹幕在吐槽呢 说这么一个被诅咒的家庭 怎么还能坚持这么久呢 所以兰子猜测呀 如果真的有淡手大人 诅咒也是真的 那他一定会在玩弄一手家后人的同时 给他们留下一条血脉 好让这家人继续繁衍 让诅咒继续下去 毕竟一手家都要绝了后了 那还怎么玩呢 如果兰子的猜测都成立的话 照一手家目前空前绝后的情况 斧子确实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了 但问题是 斧子真的就能肩负起这个大家族的使命吗 能不能立先放一边啊 就这大家族极其扭曲的观念和制度 想想都让人窒息啊 兰子的建议呢 是斧子能继承这个大家族 当然是个好事 说到底这里还是他的家不是 但同时呢 他也给斧子吃了一颗定心丸 说要有一天斧子实在是受不了医术家的氛围 他家的大门就永远向斧子敞开了 毕竟兰子那里还有一个秘书的位置空着不是吗 听兰子提到秘书的事情 斧子又迷惘了 画出自己真的能够胜任秘书这个职务吗 要知道他接替的 可是和兰子朝夕相处的张囚子呀 哼 也许是提到了张囚子 兰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伤的表情 他告诉斧子 囚子作为秘书确实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自己对囚子的依赖 囚子在推理小说创作方面有极高的天赋 他本来可以飞得更高 可就是因为同为作家的姜春兰子对他的束缚 才剥夺了他一个宏图大展的机会 这次囚子来相亲 本来呢是打算借着和长寿见面的机会 让他和姜春兰子好好协商一下 但谁能想到会发生后面的那些事情 冰着兰子有些出神的叙述 福子一时间不知道他是为了囚子的去世而懊悔 还是替囚子感到解脱 毕竟啊 囚子可是一个敢与家里人闹翻 也要只身前往东京追求梦想的人 以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这么持续下去 关系只会越来越糟吧 嗨 不管怎么说 事者已已 身者无私 不论是斧子还是篮子 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 然后继续走下去 但他们哪知道啊 这边还在洗涤灵魂呢 元首山上又出事了 就在这天傍晚 高乌夫在元神堂 又发现了一句 无头难尸 咱们花开两朵 各表一只 且说到调查组这边 四天的搜查工作 除了在码头观音词后面 找到了张囚子和黄长车的衣服 被扔掉的几本推理小说 还有在东边山道水井那里 检测出的血迹和化妆品的成分之外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发现了 两名受害者的人头 至今都没有找到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存在的痕迹 所以调查组扩大了搜索范围 高乌夫也加入了苏三工作 只是他被分配到的区域是南边山道附近 尽管高乌夫觉得这里不会有任何的发现 但他还是尽职尽责的执行任务 眼看又是一天的一无所获 高乌夫就回到了元神堂的位置 准备收队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无意朝元神堂的大门撇了一眼 自从案发之后 调查组就重点对元神堂进行了彻底搜查 直到第三天才将搜查人员撤出来 同时封锁了元神堂的大门 禁止任何人入内 可此时高乌夫却看到了大门上的锁 被人撬开了 他瞬间警惕着拉门 然后慢慢地靠近过去 来到门边伸手把大门拨开一道缝 火 你们猜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黄长寿站在祭坛面前 高乌夫一步跨进元神堂 开口就要叫成寿的名字 这话到嘴边要叫还没叫呢 一低头就看到地上歪七扭八地 躺着一具全裸的无头男尸 再等他回过头朝祭坛方向看过去 这哪是什么黄长寿站在那 这分明就是有人把他的人头摆在了祭坛上 高乌夫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冲出元神堂就在这儿摇人 听到动静 两个刑警来到了元神堂 他们呢 一个是刑警队长大江田 一个是刑警言归 两个人是市里办案经验非常丰富的警察 经过对人头和无头师的检测 黄长寿的人头已经被砍下来几十个小时了 而那具无头师还很新鲜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凌晨的样子 尸体之所以呈现出这么奇怪的姿势 那是因为凶手在他死后强行脱掉衣服所致的 而根据尸体的皮肤状态和体型判断 这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孩 元神堂里并没有发现他的人头 由于不想再结拜神知 大江田就叮嘱高乌夫和言归 稍后再向密手家人通报案情的时候 只需要告诉他们 在元神堂发现了无头师 黄长寿的人头也找到就行了 别的具体情况可千万不要说 三人达成共识之后便封锁了现场 然后兵分两路开始搜山 不久之后 调查组在发现黄长寿和张球子衣服的地方 发现了一堆被随意丢弃的衣服 打开衣服里面包着一颗人头 看到人头的相貌 高乌夫忍不住就是一哆嗦 二手家的黄小二 这俗话说得好啊 死不乖记 高高寡气 这事情还没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爱咋咋地 可一旦事情和你扯上关系 那性质可就变了 之前接二连三一手家出事 二手家都一直处于吃瓜的状态 甚至还有点开心 可现在听说 咋咋 黄小二被杀了 这下二手家崩溃了呀 要知道 这黄小二可是二手家翻身的唯一资本了 之前还打算用黄长寿找不到的脑袋 和一手家号着 贼哈娘也了 不仅黄长寿的脑袋被摆了出来 自家的希望也被掐灭了 二手家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呀 当然了 随便放弃可不是他们家的风格 就算现在他们找不了一手家的麻烦 创造麻烦也要给他们添点赌 二手家那个竹子 就把当时看见黄小二和江川男子私会的事情就说了出来 并且一口咬定 凶手就是江川男子 你说他这是添乱吧 倒也不是 这件事呢 高乌夫后来也听斧子说了 虽说他对江川男子的怀疑一直都在 但在这件事情上 他是真的想不明白 江川男子为什么会杀黄小二呢 动机是什么呢 总不能说是你找我求婚 我不答应 我就把你杀了吧 不过呀 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 或许黄小二找江川男子聊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求婚 而是在说别的事情 可这两个没什么交际的人能说什么呢 从对黄小二尸体仔细地检查 警方得出了一个结论 黄小二呢 是被铁锤重击脑部致死 在被柴刀斩首 这两件凶器均来自于祭坛前的那堆贡品之中 这哪是什么祭坛呢 这不武器库吗 黄小二的死亡时间大致是在发现尸体当天的凌晨1点到3点之间 这个时间村里的人都已经入睡了 也是山上警力部房最薄弱的时候 警方推测 是凶手故意和黄小二约了这个时间 引他到原神堂再将其杀害 那按道理来说呀 凶手作案的时间 那可以说是非常的聪裕呀 可不论是从尸体呈现的状态来看 还是被人随意处理的人头和衣服 种种迹象都表明 凶手这次的作案特别的着急 而且既然都这么着急了 他又要特意脱掉死者衣服 还把藏了很久的人头再给摆出来 这么做到底为了个啥呢 这时候啊 大姜田和言归做出了一个推测 瞎猜凶手动机显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那咱们反过来想想 杀死黄小二并放出黄长寿的人头 这个结果对谁最有利呢 那当然就是屎子了 二手家黄大娘一直拿黄长寿的人头做文章 导致迟迟不能决定继承人 那索性就把黄长寿的人头交出来 顺便再除掉黄小二 彻底断了二手家的根 那自然就没人再阻拦斧子成为继承人了 而且说不定啊 斧子早就知道了自己是私生子 这样的话 他杀害黄长寿的动机 那不就能解释通了吗 好嘛 听到这通分析 高乌夫是再也坐不住了 要说别人 他心许还觉得 这么想呢 确实有点道理 可这个人是自己视如己出的斧子呀 斧子的为人 他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 你要说他是凶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但高乌夫总不能拿人情事故来说事吧 所以转头就反驳道 在黄小二死亡的时间里 斧子正在房间里休息 江川篮子还时不时的去看他 那就说明他有绝对的不自然准名 言归又说了 诶 那可不一定哦 兴许是斧子 就是借着篮子不在房间的空档溜上了山 所以才有了 明明作案时间很充裕 还那么匆忙的处理尸体的情况出现 而且更有可能 就是斧子和兰子合谋 他们一个想继承一手家的家产 另一个则可以从中获得一大笔钱 这不刚好互惠互利吗 听完言归的话 高乌夫心说 漂亮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先说斧子 警方的指纹鉴定结果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有没有黄车市的人头坐镇 已经不重要了 再加上斧子有出身证明加持 二手家再胡闹 那也是理亏啊 所以你说斧子干嘛着急这么一下跑去杀人 还要冒着暴露的风险 把本来已经藏得好好的人头再拿出来 这不多此一举吗 哎 这时候可能就有朋友要说了 之前不是说黄小二是黄老大的私生子吗 那他的存在肯定会对斧子构成威胁呀 嗨 这个消息那不就是个八卦吗 那个女佣林江不是也是瞎猜的吗 你怎么确定私生子就一定是黄小二 不是那个死掉的黄小一呢 更何况就算是黄小二真是黄老大的儿子 论理那黄小二也是一手家的人 就算继承也跟二手家没关系 论情 你们觉得二手家敢自爆这件事吗 这可不比黄老大和家教有个私生子来的丢人 所以于情于理 黄小二都不会对斧子构成威胁 你说他杀黄小二干嘛呢 好 我们再来说说两人合谋的事情 就即便是斧子为了家族地位 邀请兰子给自己做伪证 条件是事成之后给兰子一笔钱 兰子也绝不可能答应他 为什么呢 因为兰子根本就不差钱 根据高乌夫对江川兰子的调查呀 他发现这个女人居然是个贵族之后 多贵呢 这么说吧 书里都不方便把江川兰子本来姓什么给说出来 只是让高乌夫没想到的是啊 江川这个姓确实是笔名 但兰子还真就是他自己的真名 原来啊 兰子的祖上相当于过去的侯爵 他还有个哥哥叫兰唐 据说呢 是他们俩的父亲喜欢兰花 才给他们两兄妹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后来兰子的家人死于了一场空袭 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为了纪念亲人 这才用真名取了江川兰子这个笔名 这件事后来被他写进了自己的随笔集 因为他们兄妹俩 名字中都有一个兰子 所以啊 别看这个姑娘孤孤单单一个人 人家可是富二代呢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种 你说他会吐斧子这种诱惑 就纵容他去杀人吗 好嘛 高乌夫这边分析的那叫一个头头是道 帮助斧子摆脱了嫌疑 同时也让案情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 对 就是原地没动 三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全都僵住了 他们哪知道 更绝望的 还在后头呢 不久之后 黄长寿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 经检测 高乌夫之所以一推原神堂大门 就看到了黄长寿的脸 是因为凶手把他的头摁在了一个叫残薄的东西上 这个东西是村民养残用的戏剧 上面的格子刚好起到了固定人头的左右 初步推测 凶手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挑衅尸体的第一发现人 好 关键的来了 检测人员在黄长寿的头部发现了严重的打击伤 只不过呀 这个伤痕是棒撞物造成的 那就奇怪了呀 之前咱们分析过呀 砍下长寿和仇子人头的是同一把斧头 也就是这个原因 高乌夫才做出了凶手一开始就打算杀掉两个人的推理 可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凶手当时就带着斧头下了山 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斧头攻击黄长寿 反倒用别的东西来打赢他呢 这来回导手不麻烦吗 当然你们也可以说凶手是用斧头瓣砸的 可比起斧头瓣 用斧背砸人 效果不是更显出吗 那么说到这里 一个新的推论就产生了 或许凶手一开始的目标就只有张球子 且只打算取走他一个人的头 再观因此打晕黄长寿完全是临时起义 但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 凶手只能把黄长寿的现场 伪装得和球子一模一样 所以便返回婚社 取走斧头 再下山砍下了黄长寿的人头 这样一来 伤口的问题就解决了 也能解释黄小二为什么也会被斩首 更能说明凶手为什么会交出黄长寿的人头 因为后面两起凶案 完全是在为张球子的死打掩护的 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凶手是如何在婚社和观音词之间来来回回 就不被人发现的呢 好家伙 这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窟窿啊 那是越不越大 而且问题还不止这些呢 现在除了眼下这三起命案 十年前那具井里的尸体 也传说没有脑袋 这么算起来 这前前后后一共就有四颗人头啊 高乌夫也是辣了慢了 你说凶手干嘛非得和人头过不去呢 他呢始终不愿意相信什么手无作祟的鬼话 但凶手为什么要砍头 他这么做的理由又到底是什么 终究还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言归大江田高乌夫三个人凑一块 CPU都快烧着了 哎 这时候呢就体现出多读推理小说的好处了 这边调查组焦头烂额的时候 江川篮子和斧子也在讨论这件事 但作为怪气作家的江川篮子 思维显然要胡落得多呀 篮子告诉斧子 从凶手归还黄长寿人头时耍的那些小把戏 就不难看出这个人是有意在把这件事情当成娱乐了 既然如此 那何不利用推理小说的思维 把凶手可能斩首的动机全部列出来的 就比如你们知道无头师讲义吗 嘿 不知道没关系 我说说你听听 在想当初 常看我们的节目应该在之前听我提到过哈 本歌推的小说因为偏重的是解谜的娱乐性 所以就诞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犯罪轨迹 时间长了写的人多了 自然就形成了各种轨迹类型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作家对这些类型进行分类总结 他们有的会专门为其写研究文章 有的则会写进自己的小说里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密室之王约翰迪克森卡尔在三口棺材里 借侦探之口列出了著名的密室讲义 把那个年代出现过的制造密室的犯罪手法 进行了一个分类总结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逐渐发现 罪犯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手法进行犯罪的动机 也可以大作文章 所以就出现了像大山陈一郎这样的作家 在自己的作品《密室收藏家》中 列出了一个针对凶手为什么要制造密室的动机 做了详细的分类 这些总结放到现实中 就像是先驱为后人做了一本词典 我们可以从这些已经归类好的分类之中 获取灵感 对其进行重组 解构 从而设计出自己的小说轨迹 或者随着技术爆炸 我们也可以突破这些类型 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 创造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个电影出外 而放到推理小说里 当侦探列出某种轨迹的分类的时候 往往就是要将当下案件的核心谜题的可能性 罗列出来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 对这些可能性逐个排除 从而找到破解谜题的突破口 英国的福老师不就说过吗 排除掉一切不可能 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 那就是真相 好了 我们话说回来 在袁守山发生这一系列凶案之中 最困扰警方的问题之一 那就是凶手 为什么非要对死者进行斩首 那行啊 我们就把所有凶手会执行斩首的动机的可能性 全部列出来 再逐个排查 说不定就可以窥见凶手的真正目的 第一种可能 凶手需要通过斩首这个行为 获取对方的力量 嗯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第二种可能 凶手需要死者头颅 作为杀死对方的证据 就比如凶手用人头去给客户交差复密 第三种可能 斩首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 第四种可能 凶手是因为对死者有极端的情感 才对其尽心斩首 比如 太爱对方了 嘘 第五种 斩首是为了让尸体更易于搬运 收纳或者隐藏 第六 凶手需要利用死者的头颅 进行某种轨迹 第七 为了隐瞒死者的身份 没有头也就自然没有脸 没有脸也就不知道死者是谁 这呢 是人们看到无头尸之后 第一反应会想到的事情 所以也就延伸出了下一种可能 第八 为了让人误会死者的真实身份 通过隐藏A的身份 从而误导别人以为死者是B 第九种 为了隐藏死者头上的某些痕迹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 就是死者看似是被刀头死的 但实际上致命伤却在同步 凶手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才不得不对其进行斩首 但这种情况里呢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性存在 那就是第十种可能 通过检查死者头颅会让凶手陷入困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呢容我先按下步表 我待会儿再给大家详细解释 让我们先来把最后一种可能性看完 第十一种 为了获取死者头上的某个器官 其实凶手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人头 而是类似于像眼角磨之类的器官 综上所述 这呢就是江川兰子列出的关于无头师被斩首的十一种动机了 想必大家在看的时候也或多或少觉得有几条能给你们带来那一点点的灵感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逐条分析一下 首先容我先暂时排除掉这几条可能性 为啥子呢 因为从目前找到的黄长兽和黄小二人头的情况上来看啊 凶手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什么 汲取啊 复命啊 警尸啊 或者摘取器官的 至于出于情感层面上的斩首 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就类似于日本那个著名的阿布定案一样 通常基于这种墓壁夺取死者身体某个部位的人 往变态了说 那就是为了自己收藏 所以就不会出现把人头再给还回来 或者随意丢弃的这种情况发生了 好 那么我们来着重看一下剩下这几条 第五种可能性 这条虽然确实有存在的可能 但这种通常会出现更多的情况是肢解尸体 光斩首其实起不了太大作用 而目前三具尸体的死亡现场均为第一案发现场 自然也就不存在移动尸体的可能了 所以这一条可以排除 第六第七种可能 实不相瞒 在这起连环杀人案里 这两条是最有可能凶手实行的轨迹 但问题是 凶手只能通过斩首来隐藏死者身份 可性别是掩盖不了的呀 一具女尸两具男尸 村子里除了球子长寿黄小二就没有别的人失踪了 那光用排除法也就知道谁是谁了 再加上有指纹建立作证 所以单通过斩首明显是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所以就暂时排除 好 那现在就剩下最后三种可能了 通过对已经找到的两颗人头进行检查之后 我们会知道啊 除了他们的头部有致命伤之外 就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了 加之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其他外伤 那就证明了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凶手想要隐藏的东西 所以这三条也站不住脚 那就奇怪了呀 这十一条一条的对不上 难不成还存在别的可能性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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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一条的对不上 反倒坐实了一个事实 刚才所有的推理都是基于了长寿和小二的人头 但别忘了 还有一颗张球子的脑袋一直没找到呢 之前高沃夫他们不是推理过吗 这次犯罪事件也许只是针对于张球子一个人实行的犯罪 其余两起命案的斩首行为都是为了给这个行为打掩护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这十一条 那就诱全都有可能了呀 尤其是第十种可能 这一条看似和第九条没有什么区别 但其实可以琢磨的东西那可太多了 第九种可能是基于原本在死者头上没有 但后来又多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逆转一下思维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原本有后来又没有的呢 比如张球子脸上的妆 上一回咱们提到过 警方曾在警边检测出了血迹和化妆品的成分 从而推导出凶手曾清洗过球子的脑袋 但是如果洗头的人不是凶手 而是张球子自己能 要知道张球子进村的时候脸上可化着浓光呢 那也就是说谁也没有见过张球子夙愿的样子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球子在进入婚社之前 就在井边自己把妆给卸了呢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凶手在实行犯罪之后 意识到了卸妆这个举动会对自己不利 可他又没办法再把妆给球子化回去 所以才砍下了球子的脑袋 再或者素颜的球子会直接暴露凶手的身份 更有可能正是球子的素颜 才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一种猜测 球子到底为什么要自己卸妆 或者是不是自己卸妆都没有证据佐证 但这反倒说明了 现在球子那颗一直都没找到的头颅 非常的关键 听完江川兰子的分析 斧子可以说是醍醐灌顶 他随即就把这份无头是讲义抄录了下来 交给了高乌夫 高乌夫也是大为惊讶呀 他没想到江川兰子这个怪奇作家 居然还具备如此缜密的侦探思维 这份讲义虽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但确实为警方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 可如果兰子分析了要都是对的 那凶手就不可能把球子的人头留在身边了 甚至极有可能 这颗人头已经被凶手销毁了 事实证明 高乌夫的担忧是对的 现在他们确实不可能再找到最后那个人头了 因为啊 接下来势力发生的变故 让这起元首山上的连环杀人案 彻底变成了悬案 在黄小二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五天的一个晚上 势力爆发了一起新的连环杀人案 四名男性在夜里十点到凌晨两点半左右 分别被人一刀锋红 四人的年龄 职业 居住地点 人际关系 均没有任何交集 死亡的地点也各有不同 这桩诡异的戈喉案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市区 进驻元首村的大部分警力被召回支援调查 可随后的几天又新增了四名受害者 事件影响力逐渐扩大 加之媒体对该事件各种添油加粗的报道 戈喉案在民间掀起了巨大的恐慌 迫于压力 元首村的警员最终被全部调离 攻坚戈喉案 成立的调查组也名存实亡 只剩下高屋夫一人还在苦苦之称不愿放弃 后来新的一年开始了 戈喉案的凶手虽然没有最初那么猖狂了 但时不时的在巡逻队的眼皮子底下 还会有受害者出现 凶手作案手法极其干净利落 警方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更诡异的是 即便是现场有人误及到的凶手 这个人转眼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恐怖的传说很快就在市里流传开来 人们纷纷猜测 这个四处割喉锁眉的凶手 也许根本就不是人 恐怖的气氛持续了很久 直到警方请来了一位 名叫东城牙城的名侦探 突然提到这个人 大家或许有点陌生 但他的儿子大家一定熟悉 他的儿子是个民俗学者 偶尔也写写侦探小说 笔名叫东城牙齿 是的 东城牙城本名叫刀城牙生 而他的儿子名叫刀城炎耶 那么这个当爹子有多厉害呢 这么说吧 就在警方请来东城牙城的第二天 他就把案子给破了 警方立即对割喉案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 他正是市警局刑警 在炎归的家里 警方搜出了一把带血的镰刀 经过鉴定 这把镰刀正是杀人案的凶器 但你们可能想不到的是 这把镰刀来自于元首村 也就是元神堂祭台前摆放的供品 警方多次对其进行提审 可炎归始终都否认自己杀人的事实 甚至还使用了沉默权 一言不发 而在炎归被捕后的第三天 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下午 正在接受审讯的炎归 突然掏出了一把藏在身上的剃刀 割喉自杀了 离奇的是 炎归在被拘留之前 就已经被搜过了身 那这把剃刀是从何而来的呢 更离奇的是 就在当天早上 有个女人曾来申请探视炎归 可就在值班警员一走神的功夫 这个女人就消失不见了 事后人们被问寻起来 谁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更离谱的是 有人还说自己看到的分明是个男人 可让他们描述这个人 到底长什么样的时候 所有人居然回忆不起来 这个人具体的相貌了 最终这桩诡异的案子 就在嫌疑人否认罪行 且自杀身亡 后续也没有发生 类似的案件中 不了了之了 同时一块被不了了之的 就还有援手山上 那起杀人案了 由于警方始终没能找到线索 加之割喉案的冲击 这桩案件 渐渐被人们所淡落 此事之后 曾经的案件亲历者们 禁欲也各不相同 江川兰子在离开了元首村之后 先后为警方提供了 求子的身后用品 指纹的鉴定 进一步地佐证了婚室的女士的身份 而兰子本人也陆续发表了 数篇的推理小说 获了不少奖 但他依旧保持着从前的低调生活 也不怎么和人来往 可怜高乌夫苦苦追寻真相 却毫无结果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 高乌夫带着妻子妙子 搬离了元首村 这个案子一直压在他的心里 让他难以释怀 最终高乌夫园 在这些谜团的缠绕下 郁郁而终 秘首家这边 由于黄小二的去世 二首家终于放弃了挣扎 斧子顺理成章地成为了 一首家的继承人 可没过几年 有人看到斧子独自一人 走进了元首山后 便再也没有斧子的消息 他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在了元首村 有人说他是害怕 但首大人的诅咒跑了 也有人说 他是受不了这个扭曲的家族 才选择了离开 但不管怎么样 自从斧子离开之后 整个秘首家族 就开始逐渐衰落 这个在元首村 延续了上百年的大家族 最终以惨淡收尾 元首村也因为 失去了秘首家的守护 变得萧条起来 至此 曾经发生在这个村落的 一系列悲剧 终究成为了一桩 无人问津的 无头悬案 好了各位 以上呢 就是关于元首村惨案的 全部经过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才我给大家讲述的内容 都来自高乌夫庙子 所创作的小说 元首山惨剧 自1979年11月 高乌夫庙子 以元之森庙园这个笔名 开始在同仁杂志 迷宫草子上连载这篇小说 他就以每个月两个章节 偶尔单独一个月 一篇目间的节奏更新着 到目前 已经快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元首山惨剧 曲折离奇的故事 勾起了读者们强烈的好奇 高乌夫庙子在小说的序言中提到 希望借助读者的智慧 一同破解当年的悬案 为此 你就掀起了一股推理狂潮 关于对案件的推理和猜测 纷纷记到了高乌夫庙子的手里 有人猜测 当年的黄妃子根本就没死 井里其实是女佣临江 也有人猜测 江川兰子才是凶手 因为他的行李 刚好可以装下人头 当然 还有人直接就说 这一系列案子 根本就不是人为 而真就是元首山上的手无在作祟 不然怎么解释 这又是密室 又是斩首的呢 是 自打高乌夫庙子 隐居到元首村旁 一边种田 一边写作 他的手腕 脚踝 甚至是脖子 就或多或少出现了不适 随着故事逐渐接近尾身 这些症状更是愈演愈烈 有时候 甚至还让他无法入眠 这不得不让高乌夫庙子 联想到那个弹首大人的诅咒 可话说回来 不管在事件背后作祟的到底是人是鬼 高乌夫庙子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讲到这儿 他回想起丈夫高乌夫元 曾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叫刀城炎烈的作家 他可是名侦探东城崖城的儿子 据丈夫高乌夫元所说 当时刀城炎烈的目的地本来是元首村的 可后来聊着聊着 他就改了主意 拉了同伴下了车 如果当时刀城炎烈直接来到了元首村 那这桩案件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嗨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因果 从现在给妙子寄来的信件中 虽然大家都各自发挥着自己的脑洞 可是他们只是说出了罪犯的名字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所有的疑问 和具体的作案手法给说出来 所以啊 大量的谜团依旧 正在回应读者内容的高乌夫庙子 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他放下铁来到门边 心说谁会上门来找自己 疑惑间 他缓缓推开房门 只见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说道 你好 请问是元之僧庙元老师吗 我是看到您连载的小说 所以说才特意来拜访的 高乌夫庙子眯起眼睛 仔细端详来人 随后心里就是一阵狂喜 心说好啊 你可算来了 这边高乌夫庙子看到了谁 我们先点到为止 知道是啊 这天从早上就阴云密布的元首村 终于下起了雨 一个男人冒雨来到了元首村边的小屋 扣响了房门 一个妇人迎了出来 男人说明来意之后 还没等自我介绍 就听得妇人高声说道 哎呀 难道你就是那个小说家 刀成炎烟 随后妇人将男人让进屋内 两人随即展开了一番对话 这才引出来三重推理 无头悬案 终得解 两年连载 手无惨剧 藏玄机 开玩笑 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像在乎的十万点赞的人吗 好的 那么既然大家那么给力 这么快就点到了十万赞 那我怪某人就说到做到 哎 只不过呀 稍微提醒一下 接下来的内容 就会涉及到严重的剧透环节了 如果不想被破坏阅读体验的朋友呢 可以先插个眼 等亲自看完小说之后 再来听我后面的内容 给大家一点犹豫的时间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将会进入元首村杀人事件的解谜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来到 手无作祟之物的点头为止环节 当然 介于这篇故事的信息量太大了 所以说 再次请容悟多说两句 从这个系列开始 我就一直强调 大家听到的内容 都是来自于 袁之森庙园连载的小说 我为了尽可能展示出作者的巧思 所以才设计还原了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比如 迷宫曹子和怪诞杂志的封面 也就导致了很多朋友 以为这桩案件是真实改变的故事 在这里我解释一下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 手无作祟之物的作者 三金庭庆三 为了让读者有更好的沉浸体验 特意采用了一种 作中作的设计 大家这么理解 咱们手里的这本书 是三三老师的作品 但我们从取下风皮的那一刻起 这本书就是刀成言言 根据元首山惨剧整编出版的推理小说的 所以如果大家会有虚实难辨的感觉 那就是三三老师特意希望 给大家带来的体验 好了 有意思的来了 元之僧庙园连载元首山惨剧的目的 是为了想给人们展示当年案件的始末 按道理来说 故事连载到案子变成悬案 就可以完结了 那这本书里 接下来的内容是怎么来的呢 嘿 这个呀 就要说回到那一天的元首村了 那天天上下得眉眉细雨 元之僧庙园正打算接着续写 给读者推理的回复内容时 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门外站着一个文质彬彬 年龄差不多在35岁上下的男人 男人说自己是看到了迷宫草紫上的连载 所以特意来登门拜访的 书中代言啊 在男人上门之前 元之僧庙园就有一种有人要来的感觉 所以还没等男人自我介绍 他就说出了男人的名字 刀臣炎耶 只是让元之僧庙园没想到的是 这位作家同行要比想象中的年轻很多 刀臣炎耶也表示 哪里哪里 好久不见 您也保养得不错呀 经过这客套的同行互吹 元之僧庙园就把刀臣让进了屋 在厨房里 手忙脚乱的找出了茶叶泡好的茶之后 刀臣炎耶直接点明了主题 他这次来是要来破除异象的 好家伙 中禅四丘宴 直呼内行 不过呀 他当然和阴阳师不是一个露术化 只是因为他在看元首山惨剧的时候 发现元之僧庙园 不止一次的提到自己的手腕 脚踝脖子不舒服的事情 刀臣认为 出现在他身上这些异象 多多少少都和元首村恐怖的诅咒有关 而多年前的案件 也和这个诅咒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所以想要解除发生在元之僧庙园身上的异象 那就得破除当年的谜案 这说话间啊 刀臣炎耶就说要借纸和笔 元之僧庙园赶紧又到了书房 翻找了半天 最后找出了一个全新的笔记本 递给了刀臣 刀臣这就开始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 一边解释道 这发生在元首山上的两起案件 看似错综复杂 无头无尾 可包拢归堆 也就留下了37个问题而已 只要把这37个问题都解决了 那真相就自然浮出水面了 首先十三页餐理事件 十三页餐理当晚 北村山道的水井里出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死者身份不详 死因不详 跟踪黄长寿上山的斧子 作为目击者 一直守在北村山道 其间因为目睹黄长寿身体发育 难以接受的斧子 第一次闭上了眼睛捂住耳朵 之后根据元神堂前 御沙力被踩出声响 斧子判断黄长寿进入了元神堂 随后又一个人来到山上 可这次却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女人 受到惊吓的否则再次闭上眼睛 等她回过神来 女人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头缠毛巾 手里提着一个形似人头包袱的黄飞子上了山 由此也就引出了三个问题 那个梧桐女人到底是人是鬼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仪式现场 再次出现的黄飞子 提到那个包袱里到底装了什么呢 沐浴结束 黄飞子进入元神堂 就在她来到戎罗塔顶时 灯光却突然熄灭了 之后黄长寿从元神堂出来 深深自己并没有见到黄飞子 只发现了遗留在戎罗塔顶的灯笼 两人寻找黄飞子 却在井中发现了一具全裸的尸体 黄长寿让小斧儿传信 通知一手家人 表示黄飞子已坠井身亡 黄老大汤婆子来到井边 只该用人做了场法事之后 便下井捞尸 怎料用人从井中捞出了一大把头发 此后除了黄长寿 黄老大汤婆子几人 再也没人见过井中的尸体 到底长什么样 便被一手家匆匆活化 这就引出了黄飞子从元神堂消失的手法 和理由是什么 井中的尸体到底是不是他 如果是他的话 那黄飞子遇害的地方 到底是在元神堂里 还是在井边 或是别的什么地方 这次事件之后 村里就传出了井中尸体 没有脑袋的传说 井方也在井边发现了大量的毛发 那井中的尸体到底有没有脑袋 如果没有 凶手为什么要将其斩首 井边的毛发是不是属于这具尸体 最关键的是凶手是神 如果尸体是黄飞子 为什么非杀他不可 一手家为什么不让别人看尸体 又为什么要急于火化尸体 随着案件调查 高夫员从斧子那里得知 用人林江曾在双胞胎兄妹出生的时候 看到黄老大因女儿出生 显得特别高兴 他再高兴什么呢 随后林江又爆出黄老大 与二手家笛子通奸 并生下一子 此人极有可能是黄小二 那两人通奸 到底生下的是黄小一 还是黄小二 这与一手家继承人问题有什么关系 十三夜餐礼事件之后 斧子曾在半夜 看到一个无头女人在御房洗澡 这个人是手蜂吗 他为什么又出现了 汤脖子为什么会去旧仓库送饭 后来传闻的黄小二 对黄长寿态度发生了转变 主动示好黄长寿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十六个问题 就构成了十三夜餐礼事件的核心谜团 接下来 时间来到十年后 元首山连环斩首事件 此次事件一共出现了三名伤害者 一女两男 他们均被凶手砍下人头 并脱光了衣服 其中黄长寿与黄小二的人头已被找到 唯独张囚子的人头至今下落不明 张囚子是远嫁出去的黄三娘的孙女 因为怪诞杂志的原因 和黄长寿成为了比友 本来对相亲仪式并没有什么兴趣的黄长寿 在得知囚子也是新娘候选人的时候 便主动说服家人邀请囚子前来相亲 那么问题来了 张囚子为什么会被杀 被脱去衣服的他 为什么在下腹还会盖上一张包袱皮 囚子被杀时黄长寿在哪 他为什么要主动邀请囚子来相亲 凶手杀害黄长寿的理由是什么 黄长寿又为什么会死在码头观音坠 后来警方在树林里找到了两人被脱去的衣服 一同被丢弃的 还有黄长寿装在包袱里的推理小说 此外 在东边山道的水井处 警方还检测出了血迹和化妆品的成分 以此推测 凶手曾在这里清洗过张囚子的人头 那么凶手为什么一定要脱掉他们的衣服 又出于什么原因 特意把包袱里的推理小说取出来 并和衣服一起扔到树林里 囚子生前化了浓妆 凶手为什么要清洗囚子的人头 最后凶手又把他们的人头藏在了哪里 随着黄长寿命丧观音坠 一手家和二手家爆发了继承人争夺战 随后 斧子是私生子的身份曝光 为了阻止斧子成为继承人 黄大娘拿黄长寿失踪的人头大作文章 不料当晚 黄小二就被人杀死在了原神堂里 一同出现的还有黄长寿的人头 黄小二死状和前两起命案相同 此后 警方在树林里 找到了黄小二被随意丢弃的人头和衣服 凶手杀害黄小二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也要将其斩首脱衣 为什么唯独黄小二的尸体 会处理得如此操作 凶手为什么要特意归还黄长寿的人头 经过痕迹检测 警方发现 击打黄长寿头部的凶器 是一个棒状物 这与之前高乌夫做出的凶手 一开始就准备杀掉两个人的腿里部服 那么凶手为什么在带着斧头下山的情况下 却不用斧头袭击黄长寿 如果一开始没带斧头 凶手要斩下黄长寿的人头 就需要重新返回婚社取斧头 他是怎么做到多次往返又不被发现的呢 三起命案的凶手到底是谁 斧子成为一手下继承人 会对案子有什么影响 江川兰子做出的无头师讲义中 包含了凶手的斩首动机吗 第三十七个问题 当初那个逃出袁神城被射杀的弹元 为什么会被斩首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关于整个袁守山惨剧带来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能不能记得住哈 哎 记不住也没关系 因为刀城言言说了 这些问题看似复杂 但只需要一个事实 就可以将三十七个问题全部解开 先说结论吧 这前后两起事件的凶手 其实是两个人 十三页参礼事件的凶手 就是二手加的黄小二 而连环斩首案的凶手则是 刀城言言 缓缓抬起头 看向袁之森描远 这样吧老师 不如您先把这一张的内容先发表呢 我再来拜访您 毕竟 按照小说连载的经验 这一张在这里点到为止 更能勾起观众的三连 让我看看 有多少小可爱被吓得看了一眼 进入条 来 你们可别怪我 原著里就这么写的 要知道 这小说是按月发表的呀 要等书里的读者 再看到我接下来说的内容 那就得等一个月 我要学书里 让你们再等一个月 来 请把良心up主 安排一下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在收到读者来信 和刀城言言到访的这段时间里 圆之寺庙园也是浑森难受啊 除了他也想知道 这黄小二之外的第二个凶手 到底是谁 也是身体真的扛不住了 他右手手腕上的伤 实在是疼得不行了 而且他也不敢一个人 留在村子里 所以直到迷宫曹子 终于发表了上一章的内容后 他才回到了元首村 刀城言言也是说话算话 准时就出现在了房子门口 嘿 巧的是啊 这天也下着雨 行了 还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实 能解开那37个谜题吧 这时只见刀城言言 不慌不忙的唯唯到来 自古以来 弹首的诅咒 一直纠缠着一手家 家族中继承人 自小就体弱多病的体质 多灾多难 意外频出的悲剧 这让本身就很封建 对家族地位极其看重的一手家 对弹首大人十分的忌惮 这才延伸出了各种诡异的仪式 甚至不惜冒着违法的风险 也要举行三三夜参礼 也请来汤婆子 想方设法地对继承人进行保护 可即便如此 好几代继承人 依旧或病或意外地死去 这中间除了那个挥之不去的诅咒 也包括了二手家 长久以来对组长之位的忽视眈眈 因此在长久的磨练中 守护了一手家好几代人的汤婆子 在得知了富贯再次怀孕 还是双胞胎的时候 他想出了一个这辈子最大胆的计划 骗神 如果始终无法完全保证 一手家继承人 能够平安活到继承家业 那就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 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就颠倒他们的性别 汤婆子和一手家约定 不管富贯 怀的是两个男孩 两个女孩 还是一男一女 只要在他们出生的时候 把他们的性别反过来 是女孩 是男孩 女孩取名长寿 男孩取名妃子 为女孩换上男装 为男孩续气长发 对女孩养尊处优 对男孩念咒失法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为了把假戏作真 以毒公毒 骗过淡手 骗过外人 甚至骗过他们自己 这样一来 一手家真正的继承人 变成了那个 谁都不会在乎的小姑娘 而被他们细心呵护的大公子 才是那个替继承人 承受所有灾恶的火把责 在别人眼里的姐弟 实际上是兄妹 从他们来到这世上的第一秒 就被汤婆子颠倒了幸福 只有在举行三三夜餐礼的时候 才会将他们暂时的交换回来 送去参加仪式 一手家本来打算 死扛到两个孩子23岁 等男孩完全可以成为继承人的那一刻 才恢复他们本来的想法 可随着两个孩子逐渐开始发育 身体上的差别逐渐显露 这种导促的新观念 开始逐渐扭曲孩子们的内心 汤婆子意识到 纸就快包不住火把 所以这家人才决定 提前换回他们原本的性格 也就是在十三夜餐礼的那天晚上 而这就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在仪式当晚 当婆子已为两个孩子祈福的名义 在山下的祭祀堂 替黄飞子捡去了他留了多年的长发 也替黄长寿 换上了他早就该穿上的女装 两个承受着所谓家族使命 却被扭曲了十三年性别的孩子 当时是什么心情 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本以为新的人生即将开始了他们 可能还意识不到 那个笼罩在一手家的诅咒 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恢复男儿生的黄飞子 走上了元首山 按照流程来到井边清洗身体 可他并不知道 那时正有两个人躲在暗处看着他 一个是和他没有什么交集的小仆人 另一个则是二手家的黄小二 他这次偷偷上山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掉黄长寿 让自己的哥哥黄小一 当上下一任继承人 这样一来 二手家就可以接替一手家 成为密手家主 而自己便可坐享其成 所以就在小否子因为看到自己主人身体 变化逃避现实的同时 黄小二来到了黄飞子身后 用石头砸了他的脑袋 并将其推下了紧 自己则从东村山道跑下了山 元首山上的密室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在密室行程之前 命案就已经发生了 黄小二的目的达到了 他确实成功杀掉了一手家的继承人 只是他并不知道 被他杀掉的这个人 刚刚才恢复长寿的身份不到20分钟 在此之后 换上女装的黄长寿走上了山 为了防止一头短发 被淡首大人察觉出异样 汤婆子从祭祀堂挑选了一个参加婚社集会时用的头巾 罩在了他的脸上 一块黑色的头巾 就这样 在黑夜的笼罩下 加之洗澡时灯笼放在地上 一个无头鬼就这么出现在了斧子的眼前 那一刻 黄长寿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造型吓坏了自己的小仆人 因为他发现了井底的尸体 这么多年扭曲性别的生活 让他过得十分拓弱 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 继承人的死亡 对于一手家意味着什么呢 恰好这时 斧子在树林里弄出了动静 在发现斧子的存在后 这个从出生 就被一手家当作工具的女孩 做了一个决定 他穿好衣服 捡起哥哥遗落在井边的衣服和灯笼 将他们裹成了一个包袱 然后用毛巾 缠住自己的脑袋 遮住短发 悄悄退下山道 发出声响 故意引起斧子的注意 大家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吗 是的 这个姑娘 要利用斧子作为目击者 向世人证明一手家的继承人 还活着 他踏上玉莎丽 走进原神堂 在灯上融罗塔顶时 吹灭了手里的灯 自那一刻起 黄飞子就从世上 永远地消失了 他摸黑来到婚社 换上哥哥的衣服 换回了他扮了13年的角色 走出了原神堂 引导斧子 发现井中的尸体 再写信通知家人 因为小斧儿这个称呼 是只有他才会对斧子的称呼 家里人瞬间心领神会 这才赶上了山 为了掩盖继承人已死的秘密 汤婆子把妃子剪下来的长发 伪装成了浮沉 借着做法为由 撒到了井里 把这一切都装成了井里的尸体 是一个女性的样子 在秘密打捞起尸体 并快速火化之后 黄长寿的生活起居 转由了汤婆子照料 为了不暴露性别 黄长寿越来越少与人来往 甚至过上了连洗个澡 也要戴上黑头巾的生活 那个告诉辅子黄老大 通奸丑事的女佣临江 被关进了仓库 一日三餐由汤婆子照料 至于后来这个女佣是被说服 不要泄密后消失了 还是被一手家灭了口 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在此之后 一手家故意放出了消息 说井里的那具尸体没有人头 村民相信是手无作祟也好 还是井中尸体是女佣临江也罢 直到是啊 世上再无黄飞子 肩负继承一手家重担的黄长寿 还好好活着 只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十三夜餐里这晚悲剧 只是一个序幕 黄小二在杀人之后 就一直盼着一手家 传来继承人坠警的消息 可他左等右等 等来的却是黄飞子的死讯 那个黄长寿还好好活着 见过井边人动体的黄小二 立刻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他却没有伸张 甚至开始主动接近黄长寿 这一来嘛 是他倒想看看 一手家到底能把这件事给瞒多久 二来则是因为他知道了 这个继承人是个女孩子 要不说这人不作死就不会死呢 黄小二哪知道 就是因为他这个不好使的脑子 才在十年之后 给自己引来了杀神之祸 而这次杀他的人叫江川兰死 啊不 确切的说是张囚子 在我们明白黄长寿是女孩子这一事实之后 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一开始那么抗拒相亲的他 会突然邀请张囚子来参加婚设集会 很简单 如果和家族中的女孩进行联姻 自己的秘密就会曝光 那不如请来张囚子 并说服他和自己 行婚 但那时候黄长寿搞错了两件事 第一是他误会的张囚子是同性恋 第二他也误会了张囚子会理解自己 是的 在这个故事里之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有同性之爱的人都是异性恋 而唯一一对同性恋是黄长寿和他的老师玉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二回的时候 我曾提到过一个撰写十八禁单美师生恋小说的作家 斯波小鹿 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的名字拼写方法重新组合 我们就看到了千鸟玉子 而这就是玉子的权名 其实啊 早在玉子来到一手家之前 就因为在女校任职的原因 兴趣向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那么问题来了 他如果是同性恋 为什么还会和黄老大发生关系呢 是的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 玉子生下斧子 甚至是后两次怀孕 均不是他的本意 而是他被黄老大强暴的结果 一个和自己兴趣向完全不同的人强制发生关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玉子当时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也可以预见他对这个家族的恨了吧 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报复这家人的办法 那就是让黄长寿也变成同性恋 其实兴趣向不同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对一个封建的家族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毁灭的打击 因此他化名斯波小鹿 开始在怪诞杂志上投稿 利用自己路股的文字 一步步地引导黄长寿 他成功了 但同时也正是因为他这个行为 才间接导致了后面悲剧的发生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江川蓝子 其实大家如果有时间去回顾我这一整期的节目时 大家就会发现 在女扮男装江川蓝子出现之前 我从来没有用能指示性别的他或者他来形容这个人 但为什么当我们讲到蓝子和球子互相看对眼的时候 大家会默认他们是一对百合呢 很简单 因为江川蓝子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了 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出哪里不对 我之前说蓝子是这个人的本名 而取江川蓝子的笔名是因为蓝子家兄妹名字里都有一个蓝子 那就奇怪了呀 纪念家人怎么会用自己的名字呢 难道不是该用对方的名字吗 是的 那个在空袭中活下来的人并不是妹妹蓝子 而是哥哥蓝堂 因为蓝堂生性孤僻又嫌与人来往 就连给他出书的编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加上蓝子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就常常被人默认成了一位女作家 而黄长寿在与囚子书信来往的时候得知两人同居又形势暧昧 这才误把囚子当成了和自己一样有同性之爱的人 话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很多疑问都已经解开了吧 在婚社和码头观音词的两具尸体 真实的身份是女性的黄长寿和男性的江川蓝子 当时在婚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已经过得而知 只能想象到本来是打算找黄长寿去说服江川蓝子放自己自由的囚子 在得知长寿女性的身份且还要和自己行婚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反应 总之也许是无心或许是有意 黄长寿的头被囚子撞在了婚社的柱子上 一命一命 熟读推理小说的囚子心里非常清楚 自己弄出人命 此刻元首山上三个山道都有人把守 他想全身而退 几乎是不可能的 慌乱之间 他想到了两件事 一个是黄长寿的秘密 只有一手家的少部分人知道 另一个则是江川蓝子 正在前往元神堂的路上 就得一个既能够让自己从元神堂里脱身 又可以让自己摆脱江川蓝子控制的计划诞生了 计划一共分为四步 第一步截杀江川蓝子 然后将他和黄长寿的人头砍下来 并脱掉他们的衣服 这一步的目的很简单 混淆两具尸体的身份 第二步 在井边清洗完手上的血迹之后 把脸上的妆也卸了 同时交换自己和江川蓝子的衣服 既然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同性恋 那不如将计就计 让江川蓝子变成一个帅T吧 这样一来 婚社里的无头女尸就变成了自己 观音词里的男尸 就成了所有人都会觉得是男性的黄长寿 只不过美容不足的是 蓝子的鞋子太不合脚了 穿着不太舒服 第三步 裘子在脱掉长寿衣服时 就详细地记下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特征 因为他料到了 尸体在被发现时 一定会有边缘尸体的环节 最关键的是 当自己说出婚社尸体的特征时 一手家的人 就会立刻知道自己在说谎 但比起自己杀死黄长寿这个事实 一手家更害怕的是 黄长寿女性身份的包装 那现在黄长寿失踪了 山上有具女尸 半山要有具男尸 你们自己选择 这一招 可以说是彻底将死了一手家 他们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配合张仇子 把戏给演下去 沦为了整个计划的一枚棋子 当然 警察也不是那么傻 没有确凿的证据 显然不能这么仓促地定下死者的身份 那这个时候 指纹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也就有了最后一步 交换指纹 黄长寿戴的那个包袱里 装的确实是推理小说 但是并没有那么多 多出来的推理小说 其实是江川兰子 为了这次见面 特计带来了礼物 仇子把长寿的书带下了山 再在打晕江川兰子后 把他行李里的书也取出了出来 混在一起 连同衣服扔进了树林 这么做 一来当然是为了 把沾有江川兰子指纹的书 混在其中 在化身江川兰子之后 声称这些书 是自己早就送给黄长寿的礼物 哦 对了 同样从江川兰子随身物 变成礼物的 还有那只钢笔 这样的话 沾有江川兰子指纹的物品 就变成了黄长寿的物品 而上面的指纹 就刚好和无头男尸匹配了 来 当然 取出行李箱里面的书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腾出更多的空间 装下两颗人头 处理完这些 剩下的问题 那就更好解决了 只要从黄长寿书房 取出一些东西 再再离开元首村之后 以囚子的物品 提供给警方 这招一花接木 就彻底完成了 江川兰子从火车站下车 到元首村时 又被人目击到过 但这些人在被问询之后 只会做出和后面发现 这个帅哥原来是个姑娘 一样的反应 而在上山时 曾与江川兰子交流过的巡警 在被高乌夫安排上山 通知他们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当时在山上 这个小警察被围着问东问西 囚子也没有和他交流过 所以这一关也算过了 囚子感叹 当时自己 纯粹为了报复整股 这个封建家族 所以特意化了一个大龙庄 来到元首村 不曾想 这个庄成了他自己 最大的掩护 就这样 一直苦于自己的才华 得不到施展的张囚子 踏着两条人命 届时还魂 变成了作家江川兰子 没人质疑他的身份 就连一直对他 保持着怀疑的高乌夫 也只是把他 当成了一个兴趣 向不同的女人看待 所以这才始终没能绕出 张囚子设下的迷群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高乌夫犯了一个 让他遗憾终身的错误 他没有及时地 去检查江川兰子的行李箱 从而错过了破案的最佳时机 到这里为止 一切呢 都还在仇子的计划之中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后面又出现了两个变数 那就是斧子和黄小二 在他和斧子接触中 他发现这个小孩 确实如同黄长寿 曾在信里提到的那样 是个懂事 脆弱且有天赋的孩子 所以他才主动邀请斧子 来给自己做秘书 后来随着斧子身份的曝光 他又表达了自己 对斧子成为继承人的鼓励和支持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 黄小二跑来作死了 之前咱们也说了 黄小二是除了一手佳人之外 唯一一个知道黄长寿身份的人 但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愣是憋着这个秘密 没往外说 直到这次婚社集会出事情 他立刻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 是的 黄小二蠢 但他不傻呀 尤其是简单做了一下排除法 他就知道 观音词那句男尸 是个凭空多出来的男人 那这个女扮男装的江川兰子 就有大问题呀 可他既没有把这事告诉给二手家 也没有去通知警察 反倒独自约了张仇子见面 跑去威胁别人 你说一个手里沾了两条人命的人 还在乎你这个呀 再加上那个时候 二手家黄大娘又死活拿着 黄长寿失踪的人头耍赖 得了 这一来黄小二这孩子肯定是不能要了 二来基于对斧子的好感 那倒不如坐个顺水人情 所以他才在半夜约了黄小二来到原神堂 将其杀害 同时取出黄长寿的人头摆在了祭坛上 当然了 把人头放在残薄并不是单纯的整骨 而是为了利用残薄的网格 破坏人头的情练 让警方无法将人头和无头师进行对比 只是这个囚子千算万算没想到 就是他这个举动 险些让自己暴露身份 还记得大江田曾叮嘱高乌夫他们 对发现长寿人头时 不能对外详细说明情况吗 那么江川兰子 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呢 告诉粉丝 从凶手归还黄长寿人头时 耍的那些小把戏 就不难看出这个人是有意在玩这件事情 其实囚子经典说漏嘴的地方不止这么一个 他在和斧子聊天时 就提到过自己和黄长寿经常交流的事情 其实他在和黄长寿书信来往的时候 黄长寿就不止一次的提到过斧子 但要知道 一直和黄长寿书信来往的人是张囚子 所以为了让自己从这个案子里彻底摘出来 他才故意提出了无头师讲义 其实仔细想想 他这份讲义之中 第六第七条就是他的斩首动机 但他就是借着交换性别的信息差 将这两条可能性排除了出去 从而把警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第十条上 他的分析没错 确实失踪的这颗人头对于破案非常的关键 而且凶手也绝对不会交出人头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警方越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就越会相信 这颗找不到的人头属于张囚子 这才是张囚子真正要诱导警方的目的 但正所谓聪明反背聪明物 一个写怪奇小说的作家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推理小说的手法 而且还列得那么详细呢 只不过呀 说到这里 刀成年耶抬头问袁之森妙园 在他连载小说的这段时间里 江川兰子可曾有来拜访过他吗 袁守山惨剧连载的风声水起 曾经在随笔集里就提到过当年往事江川兰子 不可能不关注这件事吧 而且他在随笔里面也提到过了迷宫曹子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也在追连载呢 要知道现在可不比当年了呀 就案重提是一回事 众多读者里卧骨藏龙 万一要有一个和刀成一样 推理出兰子嫌疑最大的人 警方抓了他验一下DNA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 如果兰子是真凶的话 他心里就不慌吗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来阻止袁值森庙园继续连载小说 然而 在这个过程之中 袁值森庙园表示并没有遇到过江川兰子 那是不是就说明 他并不害怕自己暴力 或者说 他根本就不是凶手 说到这里 袁值森庙园瞬间打起了精神 难不成凶手另有其人 只见面前这个男人说道 是的 一手加龙凤双胞胎交换性别的事实没有改变 只是这两起事件的凶手 并不是黄晓二和江川兰子 真正的凶手 是一手加的继承人 几多俯高 谁能想到 刀成延一 头头是道的推理了一通 分析出江川兰子是凶手之后 他突然来了一个飘移 把矛头直指向了斧子 实在是打的人有点措手不及啊 袁值森庙园也很意外 他倒不是说对斧子是凶手意外 毕竟斧子确实在之前的调查中就被怀疑过 可斧子的嫌疑不是早就被排除了吗 而且小说里很多地方都可以证明 他没有作案的时间和杀人动机啊 是的 问题就出在 这是小说里的内容 斧子放在小说里当然不可能是凶手 但要知道 袁守山惨剧成书的素材 就来自于高屋夫员的笔记和斧子的口述 那如果要是斧子再说谎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斧子早就知道了黄长寿和黄飞子交换性别的秘密 震惊如此 他一直喜欢的就是女性的黄长寿 所以他在知道两人将会在十三夜餐里晚上交换回来的时候 便动手将恢复了男儿生的黄飞子推下了几 哦 当然 以他当时的身高 推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他完全可以抱住对方的腿 然后稍稍往后一抬 这样就能把人倒进井里 而且别忘了 之前一直说斧子作为目击者曾听到路过的脚步声 那他为什么偏偏没有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呢 因此在黄飞子死后 他的女主人就不得不继续扮演黄长寿的身份 斧子便可以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御子会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同性恋 而为了掩盖这件事 黄长寿居然还打算和张求子行婚 他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便在婚社集会的时候潜入婚社 当着张求子的面杀掉了背叛自己的主人 甚至向张求子提出了一个利用交换人头 来帮他完成身份计划的轨迹 对于张求子来说 这是他一个能够重生的计划 但他并不知道 斧子要砍下黄长寿人头的真正目的 是无头师讲义的第四条 他想要收藏女主人的人头 随后斧子便下山杀掉了江川兰子 并完成了一系列轨迹 斧子本来打算完成这一切之后 就跟着张求子离开元首存 可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一手家的私生子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呀 但从女佣临江那里听到的八卦 黄小二的存在 势必会变成他走上继承人之路的绊脚石 所以他以江川兰子答应他求婚为由 将黄小二约到了元神堂 并将其杀害 当然这个过程中 张求子替他做了不在场正面 同时他也劝说斧子 最好是交出黄长生的人头 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二手家的纠缠 尽管斧子有再多不舍 但为了继承人的位置 他也只好归换了人头 就这样 斧子成功当上了一手家的继承人 并在不久之后 卷走了秘手家所有的财产 跑路了 这才导致了秘手家衰败的原因 而变成江川兰子的张求子 由于全程没有参与瞎人 自然就不担心小说的连载 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损失 而这也就解释了 他为什么没来找过元之森庙园的原因 至于斧子有没有看到这本小说 这很重要吗 小说里 他可是一直都是一个天真懂事的孩子 谁会去怀疑他呢 听完刀尘延延最终的这个结论 元之森庙园震惊之余 也陷入了承诺呀 他真的要向读者展示这么一个阴暗的结果吗 是随便找个理由 就终止小说连载 还是随便瞎编一个结论 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再或者 真的告诉所有人 那个天真的孩子 其实是个杀人魔 列位 随着刀尘延延 说出否则的真相 到这一刻起 关于东城雅哉 出版手无作祟之物的线索 就全部集齐了 如果是你们 会做出哪种选择 其实啊 选什么并不重要 反正对刀尘延一而言 他哪个都不会选 只见他微微抬起头 看向那位女作家 其实当年的凶手 到底是谁 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这个人 是杀人凶手 但是 现在如果这个人 再犯一桩新的迷惑 那就说不准 对 张求子小姐 列位 你们觉得刚才那堆说 斧子是凶手的推理扯淡吗 如果有这个感觉的话 那就对了 可这谁都觉得有问题的推理 为什么袁之森庙园 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呢 要知道 袁之森庙园本名是高乌夫庙子 他可是把斧子视如己出的人了 当年他的丈夫高乌夫元 在斧子被怀疑的时候 都还要想办法距离力争一下 怎么到了他这里 一点都不为斧子考虑 就开始琢磨 要不要继续把小说写下去 再加上 一个生活了近两年的地方 这个人居然连查页和笔记本 调找半天 自打刀臣第一次来拜访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女人 有点不大对劲 随着问题积少成多 刀臣就想出了一个钓鱼的办法 那就是 瞎编一套斧子是凶手的推理 正是这个原因 我在刚开始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故意加重了 对斧子的感情表现 为的就是最后的这一刻 相信这几期下来 大家或多或少 都会对斧子产生一点感情吧 所以如果刚才听到那段推理时 除了逻辑上不合理之外 还萌生了一些别的情绪 那你自然就能发现 这个所谓的袁之森庙园 不对劲了 所以啊 你们说 一个不是高峰庙子的女人 为什么还能装成袁之森庙园 和刀臣延街谈销风声呢 答案只有一个 庙子女士 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一再强调 这是一本连载小说 就是因为 小说在连载到这部分之前 小说的作者 确实是高乌夫妙子 而他一直强调 自己不是凶手 都是实话 直到 还记得那声敲门呢 大量的谜团 依旧 就是从这里开始 小说的作者 就不再是庙子女士了 正如刀臣延爷猜测的那样 随着小说的连载 已经成为了 江川兰子的张囚子 果然坐不住了 他找到了高乌夫妙子 并将其杀害 前面连载的内容 已经发出去了 所以他只能取代 袁之森妙园的身份 续写这篇小说 把自己是凶手的 这个可能性给抹掉 可他没想到 这边还没写几句话 刀臣延爷 就找上了门 还故意卖关子 让自己把小说 给发表了出去 这才有了后面的内容 其实啊 在原著里 关于高乌夫妙子的内容 都是用第一人称 我来叙述的 所以很多读者 在得知作者被替换的时候 会觉得三三老师 玩了一个叙述式轨迹 但大家要知道 从大家翻开 这本书的第一页 也就是我在片头 重复出现了 四期的编者案的内容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 按道理 这本书是东城雅哉 即刀臣延爷 根据连载的 袁手山惨剧枕编而来 高乌夫妙子 在创作过程中 又没和其他人接触 那如果江川兰子 没有来拜访过高乌夫妙子 那江川兰子 是怎么参与到小说中来的呢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最后一个问题 但元为什么会被砍头呢 当年元神城破 但元随着陈主的儿子逃出来 结果陈主儿子成功逃跑 但元却被射中了脑袋 可他明明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要特意砍下他的人头呢 看到这里 想必已经有人明白了 因为当时弹元和陈主的儿子 互换了衣服 士兵为了邀功 误把弹元当成了陈主的儿子 才对其进行了斩首 怎么样 现在可以为这本小说 安排一波 无免之王的弹幕了吧 好了 让我们来给故事收个尾吧 在刀城延爷 点破江川兰子 杀害高乌夫妙子的事实后 他就执意 让江川兰子在书房里 亲自写下这篇尾声 给小说一个结尾 可江川兰子始终都想不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 如此的执着呢 这时江川兰子 回想起了两句话 哪里哪里 好久不见 您也保养得不错 一股寒意 瞬间窜满了他的全身 刀城延爷从来都没有去过元首村 唯一见过的人就是高乌夫妙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高乌夫妙子 那他那句好久不见 是什么意思呢 南部城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刀城延爷 而那句好久不见 是对江川兰子说的 这时江川兰子想到了一个名字 几多富高 想想 他自己可是杀掉了 否则两个至亲至爱的人呢 那他对案子如此执着 还要这么折磨自己 那就都说得通了 只是啊 等江川兰子 回想书房外的那个男人相貌的时候 他竟然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 伴随着窗外的殒身 那个人的相貌变得越来越模糊 等会儿 雨 两次这个人来的时候都下着雨 福字的杨母被人拜访的时候下着雨 探监言归的神秘女人出现的时候也下着雨 没人能回忆起他们的相貌 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男是女 那么 这个上门破紧谜题的人 是刀成延掖 还是几多富高 再或者 手无针的存在 不久之后 当地的报纸刊登了如下几张信息 有人在元首村的一个名宅中 发现了两具梧桐女尸 一具在屋里 一具被埋在了后院 经过鉴定 被埋的尸体 为怪奇小说作家袁之森庙园 继房屋的租客高屋傅庙子 但另一具女尸 警方始终无法确认其身份 另一边 多家出版社共同报案 声称推理作家江川兰子失踪了 由于从来没人见过这位蒙面作家的真面目 这对警方的调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 江川兰子至今下落不明 最后是一则出版信息 推理杂志《书摘的尸体》4月号出版 上面刊登了刚获得第三届新人奖的获奖作品 名叫《御堂中的人童》 这位新人作家名叫 棘手 瘦多了 好了各位 首无的故事到这里是真正的结束了 我是真没想到这一期会做的这么长 希望大家看的时候不要太难受 我其实写稿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两万七千字了 但我实在不想分歧了 干脆一口气弄完 大家就当看场电影了 如果不难看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点个赞 当然了 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喜欢上《三金甜心3》和他的作品 日本元首山的杀人事件就到此结束了 下一期 我将带大家去到漂亮国 在那里也发生了一桩连环杀人案 哎 重要的是 这个案子不但案情曲折 破案过程也是特别的精彩 尤其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案子开篇的第一句话 卡基斯一案 一开始 调子就是 阴城 请不吝点赞 第二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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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